一般情况下 我们想吃乳狗 只能去外面烧露店 买做好的成品 今天 我偏要教大家 在家里面做乳狗 做出来 你外面卖的都还好吃 新鲜的果子 让这个果子清洗干净 看 背花 这个叫做 把这个果子的皮果 这些修一毫 希望跟舅舅的可以留情 不喜欢的 看到 准备八个香叶炒果 桂皮 小茴 胡椒 和适量 哎哟 换一下锅 把香菜炒进来 好 炒香料 搅和 炒一下 炒出姜味 姜味出来了就加水 甩点大葱 来关上肉 大葱 把柑 炒出姜味 放入姜味 炒出姜味 味着三小葱 用油和油淋味 and Цgr 小葱 加水 decrease 大葱 和椒 放入蔥 這時候就把鍋開小一點 開成中煲鍋 慢慢地攪拌一下 把鍋子攪碎 煮一下就給它翻一下 要保證它受熱均勻 煮大概20分鐘左右 把鹿酥的鍋子撈出來 離開水分 重新起鍋 燒熱 炒一小種大米 再來少許的茶 用小火一起炒至微微炒花 一定要用小火炒 不要炒糊了 把炒好的大米倒入細胎中 把醬油燒去冰淇淋 把細胞放在鐵鍋中 放上增加或增蓋 再把乳鍋擺在增蓋上面 蓋上鍋蓋 中午就五分鐘左右 不要熏得太久 煙熏味太重 其實並不是什麼好吃 有一點淡淡的熏香味道就可以了 把熏好的果子取出來 隨便擺個脖子 美味製成 這道菜 不需要蓋刀 直接吃了吃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不予懦夫 生活 就是面對現實微笑 就是越過障礙 注視未來 生活 就是用心念之間 在人生之路上 煎出野裡的枝頭 我是廚子 下期見 香不香 香 香啊 和那個河馬生鮮的 買的那個比起來呢 哪個好吃 這個哦 哪個好吃 這好吃 這個好吃啊 這個你們那個 賣的還好吃啊 還有 嗯 這是很小的 多一點 你還有什麼